过年期间,金融市长谢国良,警察局长张树德与江户处长一起到路口视察,执行路口行人友善政策情形,经过持续的宣导,警察局预计在下周一起展开正式执法,一旦违规就会直接开罚。 市长谢国良上任以来,他就要把金融市打造成为亚洲最有温暖与爱心的城市,那他首先就从交通的行人友善开始,那本局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就积极规划,那目前在金融市区找十个重要的路口,一兆市的路口开始在执行,那也特别感谢市长在除夕大年初一,初二,初三,都亲自带着我跟交通处的王处长, 跟分局长的同仁到现场,那初期是才劝导跟这个开罚并重,那不过市长一直讲,已经宣导一阵子了,所以我们会从下个礼拜开始,这个在各大路口会派援警架设这个摄影录影机,那也呼吁用路人,市民朋友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,离让行人,让我们基隆的,基隆市成为亚洲最有温度跟有爱的城市, 交通部也注意到这个离让行人的这个部分,这个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,所以交通部预计在三月份会修罚,对于车不离让行人的部分,要开罚到三千六, 所以我也呼吁我们这个用路人,以及驾驶朋友呢,遇到路口一定要离让行人,一定要做到慢看庭,那也请行人也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,不要任意穿越这个斑马线,要停看庭。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48条规定,遇有行人穿越时,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过者,处新台币一千两百元以上,三千六百元以下罚还,提醒用路人,不要以身试法。 记者,华稍民,基隆报道。